王妃是很多人心里的天后,她的一生非常的传奇,在娱乐圈里也有很多好朋友 王妃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在四合院里面长大,从小她就喜欢唱歌,还没成年就被心探发觉 从此开启了自己开挂一样的人生,火遍大江南北,现在几乎娱乐圈的所有人都尊敬王妃 王妃,她的地位是坚固不可动摇的,而且她的性格也被很多人所喜爱,她特立独行,标新立异,但是还有很多质疑她的感情生活,觉得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,为了自己的爱情,可以不管不顾 但是事实上,到底是不是这样呢? 王妃曾经有一个圈中好友,名字叫做陈宝莲,也许你并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是谁 她选秀落选,然后就踏上了自己拍三集片的不归路 她在这个圈子里一直没有名气,拍的也都是下三烂的电影 而她自己为了红也是不择手段,可以出卖自己 她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陈宝莲为了红,投靠了一个台湾富商黄润忠,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了黄润忠的前女儿 黄润忠长得很丑,但是她很有钱,她是一个富二代,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花心的人 虽然陈宝莲说是她的前女儿,但其实她们时间的关系不用多说,大家都懂的 而陈宝莲也不是黄润忠唯一的女朋友 陈宝莲很快就被喜新厌旧的黄润忠抛弃了,但是她却深爱着这个臭男人 她还离奇怀孕了,这个孩子的身世到底是如何,至今没有定论 有人说是陈宝莲在上海的男友的孩子,还有人说是台湾那个男友的孩子 更有人指出那个所谓的台湾男友就是陈宝莲的干爹黄润忠 生了孩子不到半个月,陈宝莲就跳楼了 她留下了遗书,写给她的《至爱黄润忠》中 遗书中写道,宝莲去了,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宝莲直到死都是爱你的儿陈宝莲的孩子 最终还是被王妃和王妃的经纪人领养了 王妃虽然没有亲自照顾这个孩子 但是一直都有出姿出力,一眨眼已经15年过去了 这个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 当人们问起妈妈陈宝莲的时候,她沉默一言不发